据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网站的消息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23分 菲律宾棉兰牢岛附近海域发生7点0级地震 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也是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4点23分 菲律宾的邻国印度尼西亚也报告发生强震 震级一开始测定为7点1级 随后修正到了6点8级 震中位于中部的北苏拉维西省 震源深度48公里 当地随即发布了海啸预警 目前还没有关于人员伤亡的报道 现在还不清楚这两个国家同一时间发生的地震 有没有关系